威廉王子转变态度 对患癌的凯特嘘寒问暖 但演起好丈夫的角色 维尔是亲王夫妇正在度假 缺席了复活节的公务 在家专心陪伴三个猛娃 根据外媒报道 威廉王子正在竭尽全力 拉近跟凯特的关系 凯特王妃宣布患癌后 心理负担减少了很多 如今暂居桑德林恶母 专心养病和陪伴孩子们 年仅42岁就患癌 凯特还被爆患上抑郁症 这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威廉这次专门推掉了复活节的公务 就是为了陪伴齐儿 威廉是亲王下定决心 要扮演好父亲和好丈夫的角色 将重心转移到家庭中 威廉王子成为家庭和王室的主心骨 他是一个坚强和可靠的人 威廉是亲王夫妇一起努力 经营自己的小家庭 并且竭尽全力挽回王室生命 戴安娜王妃过世后 威廉和哈里幼年丧母 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 因此无论如何 威廉都会守护好凯特 不想让威廉是三宝重蹈覆车 目前凯特正在接受化疗 积极配合医生的工作 身边有丈夫和三个孩子陪伴 凯特一点都不孤独 也燃起了对抗病魔的勇气 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对于威廉是亲王夫妇来说 最在意的还是孩子们的感受 当凯特得知病情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如何跟孩子们解释 对此还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威廉一家首次打破传统 缺席了复活节活动 而是选择了度假和放松 凯特现在正在接受治疗 最需要的就是家人和朋友们的陪伴 因此复工日期还是会延后 但是现在的舆论环境还是不乐观 即使凯特本尊亲自发视频 还是无法破除阴谋论的影响 公关专家迪尼冯木夫林认为 威廉没有在视频中出镜 是明智之群 否则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过去的三个月当中 网上的阴谋论一直络绎不绝 并且还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凯特身处信息时代 肯定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一些 心情当然又抑郁又难过 英国王室的公关能力真是让人佩服 不光毫无作用 还将凯特推上风口浪尖 连续发布多张假照片 既点燃了网友吃瓜的兴趣 也让凯特的出镜变得尴尬又危险 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人们自发为凯特送上祝福 并且给予了关心和支持 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 维尔什三宝都很年幼 大家都希望凯特快点好起来 只有家庭才能完整 英国王室才有光明的未来 凯特在视频中也提起 刚得知患癌消息的时候 就跟威廉王子商量好 等到孩子们放假后再宣布 毕竟维尔什三宝上都是公立学校 凯特不想孩子们被负面舆论包围 王室每次辟谣后 会吸引无数网友吃瓜 其中不乏一些技术看 最终就是被直接打脸 凯特王妃原本是受害者 没想到最终还要出来收拾残局 简直被肯兴顿公发言人害惨了 威廉王子这段时间也很盲目 为了提高自己的支持力 开始扮演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 走亲情路线准没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